和后浦中文学团堂主徐文斌老师 聊到喘息暴击 的确我们的肺是调整我们整个身体 整个的节奏的那么一个功能 调息 我们经常说你要是想锻炼身体 调形 就是摆什么姿势 第二叫调息 其实就是调呼吸的节奏 第三个最高境界叫调心 所以这个肺的功能 如果出现这种喘息暴击 这个人活不了太长 所以我经常观察我的病人 或者是我的周围的人 往那一坐的时候 比方说那个人在那 在那就声音很大 在那呼吸着 我就知道这个人有问题 在那一坐都听不到 这个人的呼吸着 这个人高人 近若处子才能够动若脱兔 是吧 又悲鸡强宝 卖少血 其肉不食 这就说起遗传了 我们在开始说是 以母为鸡 以父为顿 当你的母亲给你提供基础 碑的时候 不牢的时候 当你的父亲给你提供防护的栅栏 或者屏蔽的院墙 不坚固不厚的时候 您的遗传的种子就不好 您还想活120岁 那就很努力才行 差点 特别得调好 所以一个是鸡 一个是墙 还有我们在前面说面相 说这个人叫 使道 碎以长 鸡强 高以方 所以他的鸡强是什么 地葛方圆 天庭饱满 我看 我特别喜欢那些 有奔头的孩子 大奔喽 大奔喽 如果这个地方都嘟了的呢 地葛方圆 天庭饱满 这也是我们说 鸡和强的一个外在表现 对 这就叫鸡 碎鸡强薄的话 就会卖少血 脊肉不死 这个石 我看见我这个版本 是石头的石 它其实是不是通 实在的石 实在的石 就是说我们说鸡和肉 首先它放松 那个状态叫肉 发力时候 叫鸡 叫鸡 就是说 首先你得有那块肉 咱们再说发力 很多人是没有鸡肉的 怎么检查 你看 这个纸头一合 对 你是不是这儿鼓起一块肉 对 这儿 对 户口这儿 对 很多人这儿是挖下去的 有吗 没有肉 没有肉 你再说 我们说有些什么重症 肌无力 肌肉萎缩的人 他都什么 叫鸡肉不实 这样子 没肉 鸡肉不实 你就知道这个人脾气 就虚到一定程度 因为什么 皮主肌肉 皮主肌肉 肃重风寒 所以这种人很容易被 胃气 对 胃气 保卫你那个气 胃气两个构成 一个是肺气 一个是中胶之气 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气 这两个构成是后天之气 还有先天的元气 在里面 这先天元气 后天的饮食之气 呼吸之气 合二为一 叫胃气 它弱了以后 你这个对外的防御功能 就差了 对外防御功能 差了 所以外面 一有风寒 鼠尸 照火 六银的变化 你就被打倒 你就得一场病 所以这老得病呢 你病好了 靠什么 调动你的元气 把这个病邪赶走 所以你就额外的 要比别人 多消耗很多东西 硕重风寒 也要折瘦 所以硕重风寒 血气虚 脉不通 真邪相攻 乱而相隐 故忠寿而尽也 血气虚 脉不通 这个血气虚呢 首先是一个虚症 到脉不通呢 就会出现淤血 就本来是好血 但好血 待那老不动 就变成什么淤血 这由虚症 而变成了实症 脉不通的话呢 轻折呢 会出现 我们说末梢循环 出现障碍 到重了呢 就会出现 我们现在说的什么 惯心病 心肌梗死 开始是什么 无关痛痒的 就是体的问题 到最后就会出现 就是影响到我们 生命的这个心的问题 中医管的叫真心痛 就是说 淡发息死 就是死得很快 这也什么 卖不通 现在医学做什么 支架 这就是这个东西 搭球 你卖不通了吗 我这给你扩一下 但临时救急 非常有效 但是长期你要考虑一下 为什么那气血过不去 是什么原因呢 通常的原因是什么呢 通常原因看 就前面都说了 对 前面这些都是造成 你血气需卖不通的原因 机墙的问题 树重分寒的问题 喘息暴急的问题 你想那个喘息那个波 你想它打 就是最后打到那个点 它那么呼吸 运动那个气血 就打到那个瘀血点上 啪一下给它打开了 它如果这个波乱了 打到那 它正好挖过去了 所以这个人装起泊器 或者安了人工心脏以后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节奏乱 节奏乱 对 节奏是什么 节奏就是你神明掌握的 那个点 我最近对这个问题 生命 其实将来写本书就是 生命就是一个节奏 真是这样 调你的节奏吧 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 所以这个卖不通 你做支架也好 搭墙也好 过几年以后 你又出现问题 所以那是个救急的 你别现在人一说 高科技 心都能换 换了心你哪去了 你呢 所谓的心主神明 它其实讲的就是 心就是整个身体 节奏的总控制器 你要跟着他的点走 对 我们现在都拿那后天 强迫的浑胀意识 非要去控制你那个心 非要把他的节奏给打乱了 你本来说我这个心 本来说我要慢一点 我要缓一缓 他就说 哎呦 我要加班 我要去跑步 我要去锻炼 对吧 强迫自个儿上跑步机 然后死在跑步机上 这时候他就没法弄 所以下一句引的叫 到最后结果叫什么 真邪相攻 什么叫真邪 真是你的元气 上古天真 养的是你先天的元气 孟子说养雾浩然之气 但是你呢 树重风寒 然后内生这些血气虚 又生了自己的内贼 外贼加上内鬼 都是邪 最后跟谁打仗 都跟你的先天的天真 那个元气打仗 对 所以呢 整个天以后 就是人到半百 或者是以后呢 就活在了一个内乱当中 整天身体都在打架 真邪在相攻 一会东风压倒西风 好一阵 然后呢 西风再压倒东风 又病了 总是在活在痛苦当中 所以啊 必须要消失休息之后呢 让我们调整一下这个节奏 最后一段呢 和大家一起来总结 复习一下天年 稍时休息